哈囉,大家好,我是江榮 秋天呢,是我最喜歡的季節 那現在也已經十月 希望很快可以進到涼涼的天氣 涼涼的天氣在外面走路都會有一種 肚子癢癢的感覺 很難形容 我有好長一段時間沒有拍YouTube影片 這段時間裡面生活也發生了非常多的事情 這之後可以慢慢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在這段時間呢,我也重拾了閱讀的習慣 感覺非常有益身心 那這個秋天,我們就一起來讀幾本書吧 我第一本想要推薦的書呢 是十A英雄的《別讓我走》 這本書是一個非常迷人的小說 他是關於一群被養在英國技術學校的小朋友 他們每週呢,都要接受一個很神秘的身體健康檢查 那這個身體健康檢查是為了什麼 那為什麼他們一定要保持100%的身體健康 才會是一個好學生 才會是一個好寶寶呢 隨著他們漸漸長大呢 他們去回顧學校裡面發生的種種 發現了殘酷的事實 原來他們從頭到尾都活在一場很可怕的騙局之中 那我覺得他有趣的地方在於他去談騙局這件事情 我們都會把騙局解釋成一個很負面的事情 我們想要避免的事情 可是有時候騙局的美好也讓人離不開 讓人不想要去面對真正很殘酷的那些現實 我覺得這本書很適合秋天的理由呢 就是他也是有點像是那種冬天幾天要來了 你知道會很冷 你知道會一直下雨 你知道可能會有一些你不想面對的事情 可是這並不阻礙你去享受現在秋天的美好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本很適合在一個 經歷了夏天這種炎熱的季節 然後慢慢的一切歸於平靜 的一個時間可以去閱讀的一本書 接下來第二本書呢我想要推薦的是 台灣作家吳於軒的《帶著故鄉行走》 這是一本閃文集 他在裡面描述了他帶著孩子浪跡天涯的故事 這些地點呢包含台灣、美國、秘魯、法國、保加利亞等等的國家 以大部分家長的視角而言這簡直就是瘋了對不對 但是對他們來說就是他們那段時間的日常 那如同剛剛所說地點很跨非常多國家 那在時間上呢他是從2020年一直寫到2024年 然後在今年的8月出版的一本閃文集 看似在架構上這麼散亂的一本書 把一切串起來的就是吳於軒的文筆 還有他對於事情的思考 他就是有辦法把一件生活中的事情抽絲剝繭 然後體煉出他們對於生活的想法 然後他帶著小朋友去思考 民主學校還有民主的本質到底是什麼 那在這裡面呢我最喜歡的是他在瑞穗所寫的一篇文章 這是關於台灣的地震 用地震這件事情呢連結到全球的板塊是怎麼樣去挪動的 然後這其中隱含著什麼地球科學的知識呢 然後再回到人、孩子跟山月還有山脈之間的交往是什麼 他說我們的生命既然可以跟這麼古老的山月還有人脈交往 即使害怕地震還是渴望去貼近地殼的隆起跟陷落 想像是坐在外面 涼涼的空氣這樣吹過 有一點點冷 然後讀到這樣的文字 我覺得會是一個非常非常令人享受的時間吧 那在最後這本書呢我想要推薦的是在世界盡頭的書店 這本書是一個自傳的故事 那個作者Ruth Shaw呢 是一個在紐西蘭最南端一間書店的主人 那這本書就是關於他人生中遇到的所有起起伏伏 所有的過往所有的不順利的事情 還有他現在已經70歲了 他去回顧這一切發生的事情 他的所思所想 這本書裡面作者發生的事情呢 簡直比Netflix的劇道還要再更精彩 那人生的起起伏伏 我會把它歸類成比較靠近冬天的秋天 已經開始冷囉 你一定要穿針織衫囉 或者是一定要穿毛衣囉的這個時間 他講到非常多作者在人生中受傷的時刻 那我們一般人看來可能都沒有辦法好好站起來 比如說另外一半非常突然的死亡 或是和孩子骨肉分離 可是呢他卻還是一次又一次的不管是逃跑或是面對 然後去處理了這一些過往的挫折 那在最後呢他提到了 我受過傷甚至害怕嗎 很多次 那我後悔嗎 不 所有的事件都塑造出今天的我 這個聽起來可能很塵槍爛掉 但是在閱讀過這整本書之後就會發現說 真的是這樣子耶 他遇到的那些過往都太過於沉重 那在七十多歲的時候他來回顧這一切 他的人生中真的遇到了好多秋天好多冬天 然後好多嚴寒的時刻 可是他還是找到了屬於他自己的真知山 他有辦法去接受說 我就是難以相處 就是非常的情緒化 非常的忠實 然後可能也不那麼容易討人喜歡 這是一個在我看到最珍貴的 在人生中或許也接近秋冬的時刻 去回顧過去的這幾個季節發生的所有事情 這幾十年發生的所有事情 然後提煉出他的想法 跟他如何沉穩的去面對過去的那些傷痛 好啦 那以上就是這三本 這一次推薦給大家的秋天閱讀書單 那大家在這個年末時節 還有什麼適合閱讀的書呢 那今年到現在十月了 又發生了哪些事情 你是怎麼去process 這一年中發生的種種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吧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五年 五年 十九年